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中国去年消耗的煤炭量是美国的三倍以上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要加快绿色发展 但是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的污染问题仍然严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负责人菲格雷斯表示 希望中国能在环境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毫无疑问 各个国家正在开展一场绿色的竞赛 而中国实际上在赢得这场绿色竞赛方面 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 这是为了它本国人民的利益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已经超越西方国家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同时也是最大的锋利发电机市场 中国官方表示 中国的发电能力比2005年翻了一倍 但新疆天风发电厂的负责人陆锋说 风能发电只占中国市场的一小部分 风电的目前只有将近接近2% 或者是就是如果说总容量来说 2%左右这么个水平 但是可能以后这个比例还会有所增长 就是还会再发展 中国当局表示 将在未来五年里投资2万亿人民币 加大绿色经济发展 措施将包括推进低碳试点 优化产业结构 实施重点工程等 那么中国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 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的绿色发展是否有冒进的趋势呢 请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焦点对话 焦点对话 欢迎回来 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 刚才我们看到联合国的环境官员表示 说现在这个绿色发展 世界各国展开了一场竞赛 那中国呢说现在也是这个绿色发展 这个非常的快 使人就一下子就会想到 会不会有一种这种 就是冒进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我在这个同时看到了一个报道 就是最近这几天的 中国新华社直属的九家媒体 主办了一个2011年绿色发展 领军人物企业城市的评选活动 说经过投票 经过评委 经过社会公爵 正式公布了一些获奖名单 有城市名单 有个人名单等等 所以一下子让人想到 会不会像1958年的时候 毛泽东时代的时候 那个大跃进的那种感觉 你是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单单从这个 就是评奖这个范围来说 还不能算是一个大冒进 因为绿色发展确实需要领军人物 需要一个讯传效应 需要大家去follow他 去跟随他 关键是你评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 真正具有绿色价值的 而我看他那个评选的 就是说这个标准和结果 都不是特别透明 而且在他的那些名单中 比如说领军人物当中 只有两三个是我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真正在绿色发展方面 做出贡献的人物 其他人物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厂商企业代表之类的 我都不太熟悉他们企业 而且在那些领军企业里面 还有一些像保险公司 宽业公司 甚至一些非常商务性的公司 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 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能够值得这样的那个来表彰 而且在冒进方面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思维上的 就是说你不考虑这个过程的 那个经济性和这个可持续性 而单单考虑一个结果 一刀切 我要求这样 这个在中国的体制下 特别容易发生 比如说高铁啊地铁的发展 高铁就是说你 不管我们现在 现有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达到 超过世界现金水平 法国是300公里 我们要达到350公里 但现在看到了 你出了事故 那个安全性不太稳定 就现在又不得不全面降速 一律降到那个200公里 每小时以下 然后像地铁建设 现在全国基本上 每个大中心城市 都在建造地铁 但地铁建设需要 是有一定要科学原理的 就是说你人口密度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这样建地铁 考虑到地铁的成本以后 才是具有经济可信性的 但你如果不考虑人口 这个方面的考虑 单单只是为了建造地铁而地铁 我看到好多计划 就有一些城市 它其实人口没有那样的密度 而且它把它的地铁线 延伸到周边那个郊区地区 根本没有大的流量 这样它从收益上 就是完全是不可持续性的 而且更不用考虑 你建造地铁过程当中 你本身就消耗了很多材料 这些材料本身就是排放温室气体 需要消耗地球本身的资源 钢铁 煤矿 这些东西 你修了这些东西 没有得到最大的应处 这就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 中国现在的这种绿色发展 有这种冒进的这种趋势吗 做得太过了吗 我觉得我有点自我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我是觉得 确实我们需要走得很快 才可以挽救我们的地球 需要快 这毫无理论 可是中国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取势 就是一下子搞个运动什么的 还是什么 一道歉什么不考虑 就是有时候要做慢一点 快的同时要保证好 要做好 而且不要只说 我的城市现在清洁了 那脏的东西就在另外一边 就在这个附近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刚才海滨谈到 这就是发展高铁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不久前 中国高铁出了一次 非常严重的事故 发展高铁一般是被认为 是一种清洁环保的 这样的交通工具 比这个烧油的火车 它要更环保一些 奥巴马总统多次场合 也对中国高铁是多次称赞 现在中国高铁伤亡事故之后 做了很多调整 刚才海滨你也谈到了 你是怎么看中国高铁发展的前途 这是不是一种环保可持续的发展 对 我觉得高铁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是修 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 还面临一些污染的问题 还有这个不是污染的问题 就是贪污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为了赚钱 会想一些办法走得太快了 还是说用一些资料是不周到 这样的问题 我还考虑到那个核能的问题 核能 核能的问题 我就非常担心 因为中国它有很多事故 现在发展核能 就是企业方面的事故 就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种高铁 它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就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好事 对 有时候一个产品 它本身是个好东西 而且是环保的 是绿色的 但你在使用这个产品的同时 你在质量与那个安全保障方面 一定要照顾好 高铁这个之所以出事故 就是因为信号系统 然后控制系统 中国其实并不掌握那个核心技术 它买的这些技术 比如说从日本买过来的信号控制技术 中国是不懂它那个内部运行的原理的 因为日本只是做一个black box 那个黑色盒子一样 做一个成品交给你 但你要真正协调起来 让整个高铁系统运行的很 就是说很平稳的话 你必须要了解那些内部的操作东西 你如果不了解的话 而且你自己没有技术公关 去发展自己的一套系统去的话 这样就存在一种 你时刻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这个木偶的线被断了 然后你自己本身没法控制 这样一种问题 其他所有的行业都存在问题 比如说电动汽车也是一样 中国在电池技术方面 因为电池就是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 中国在电池的一方面方面 也不掌握那个核心的最新的科技 但现在还拼命的发展电动汽车 其实每个月的销量不过50台 那个就是非常少非常少 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说有电动汽车自然 或者什么东西 这个就更加让消费者 就没有信心去买你的产品 你这个产业怎么发展起来了 好 还有很多话题 加点对话 聚加热点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对话 美国之音 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 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美国之音加点对话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刚才海滨谈到了这个话题 现在这个世界的汽车制造业 都认为是中国 这是最大的一个潜在的汽车市场 现在中国人 生活好了 有钱了 都要买汽车 谈到这个节能汽车 或者叫这个油电混合汽车 最近我看到在 没有说错的话 是在杭州 有一个就是这种 油电混合出租车 发生了事故 中国自己做 燃烧了 这种油电混合车 在中国是不是有前途 应该会有前途吗 可是消费者他应该喜欢 现在目前中国的消费者 他还不喜欢这种东西 他还是要买这种很花油的 这种比较老式的 甚至是Humber之类的 最终美国发生 用到更大更快 更高速度 这种 可是我希望 如果你可以改变 使得它时髦 漂亮 消费观念 快 那中国人他如果能够买的话 那他确实可以改变 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油电混合汽车 实际上在美国这边 也是推广很长时间了 甚至有曾经一两年前 甚至联邦政府说 如果你买东西要在这个税上 补贴等等各种各样的补贴 但是为什么现在 仍然还并不是在美国 并不是很普及 就比较贵一些 可是那个比如说 那个Toyota Prius 人家有的话 他非常喜欢 所以又非常亲近 没有声音 又就是开的话 就非常好玩 他们感到很高兴 很高兴有了 而且宣传方面 他已经在塑造一种 很先进的消费理念 把Prius作为一种 有环保 有社会责任感的 成功人士又能开的 这很多电影 我都看到了 这个观点 说明你的价值观念 但为什么仍然普及不起来 在美国仍然都没有普及的起来 因为 在中国会有 这都涉及到一种 未来电汽车产业 它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包括美国和中国在那里 它的政府这些方面 都不是特别明朗 就是说现在油电混合 在结论方面只是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是纯电动 然后还有其他的替代燃料的汽车 然后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政府 都在摇摆 到底发展的重点 其中哪一个方面 因为政府的那个援助的资金 或者是补贴都是有限的 就是说你要用有限的资源 去推进一个你认为将来最有可能发展的行业 现在中国就是说 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科学 第八次会议上就明确表示 就是说我们的节能汽车 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现在方向还不明确 到底哪一种才是我们的终端目标 就是这种在政策激励方面措施的这个趋位的话 它就会就是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土汽车市场的发展 因为汽车市场它是要依靠你那个政府 对市场发出一个信号 就是说这是我需要你发展的 然后我会去用补贴 然后促进消费者来买你的 如果没有这种补贴的话 他可能觉得我研发了这么多 然后没有一个市场的话我消不出去 我真是希望中国可以 就是我们说leap-frogging technology可以跳过去 就是不要走同样一条路 就是发达国家的同一条路 跳过来就是走在我们的前面 告诉我们怎么走 让我们去学习你们 这才好了 因为确实是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它其实是想这么想的 因为像美国纯电动汽车发展 还只有福特或者什么一两家厂商在做 中国已经在全面推荐出比亚迪这个厂家 国家每年给它好多的补贴 希望它发展出一个很成熟的电动产品 但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科研科技引发能力 还是不足的相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 你在这种自身实力不太强的情况下 leap-frogging是个美好的目标 但是你不能说你拿出一个不太成熟的产品 来仅仅作为一个leap-frog的名声 然后你在实验过程中又会造成各种影响 比如说有自然现象或者是 然后你的整个人员供给系统又不是非常清洁的 你70%以上的人员供给还是要靠煤 然后即使你有纯电动汽车 你发的电你还是来自于煤发的电 煤发的电还是要产生温室气体的污染 所以这整个一个生命过程中的分析 是不是真正具有环保效应的 那还是要值得进入分析 还并说不到了煤 我也正想说说这个煤 煤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第一大能源 中国的煤矿事故可以说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 经常会频频发生事故 好像每年都有许多次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 中国到底能不能有希望摆脱对煤炭的这种依赖 真正走向这种新能源 或者叫再生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贾教授 这煤矿对中国的特殊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 因为它又便宜又多 你现在要求中国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去摆脱这煤矿 我恐怕是不太实际 不过如果不摆脱这煤矿的话 我们又面临那种全球倒霉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 中国不只是用它自己的煤矿 也是进口别的国家的煤矿 澳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说有百分之多是什么太阳能 风能等等 可是它是百分之多少 而不是总数目 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讲清楚了 现在他们考虑到这个energy intensity的问题 就是能源消耗强度 所以总数目还在提高 所以我们还是这么危险 所以我们还是这么失望 还是这么背光 夏教授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刚才在谈到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消费的这么多 我们应该节约这个能源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谈论 这个油电混合汽车的这种情况 我们不开汽车行不行 全部发展公共交通行不行 可以 这个其实是欧洲早就在提倡的一种声息 包括smart growth 就是说智能发展这种模式 就整个城市布局 大家考虑到就是说 尽量减少你采用私家车交通的那个必要性 多采用那个公共交通 你从时在那个步行啊 自行车道 那个像欧洲很多城区 现在新城区的建设 要非常好 欧洲做得很好 都是要让你有这种体会 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 骑自行程过去已经足够了 那个而且是让你感到自豪的一种 开车会被别人鄙视这种感觉 但是在美国像洛杉矶那种城市发展模式 就极端不适合那个可思续发展 因为它整个sport了就是发展很开 你必须要有汽车 你才能够达到你上班的地方 而且没有什么公共交通 没有公共交通 那个像中国就发展地铁 一方面考虑也是因为这方面就是说 促进地铁的发展 然后减少你私下车的需要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你在这个阶段你要完成这个转型 可能需要一定的年份 不是说短期能够完成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我想说说这个 就是这个可再生能源 所谓就是风力发电 刚才我们这个画面上有很多 中国现在正在研究 还有专门这种公关的这样的小组 在研究这个风力发电 刚才这个夏教授谈到这个欧洲 欧洲很多国家就是 以这个风力发电为主 好像如果你开车几个小时 沿途到处都是这种风力发电的 这种东西 在这个可再生能源 风力发电方面 美国和中国有没有什么合作前景 应该会有吧 这个可能比我知道 已经在合作了 比如说杜克人员 是美国很大的一个人员公司 他就在造他的那个分电厂 他的那个分电发电的设备 其实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然后我们和杜克人员之间 也有些交流 我们和他的那个首席科学家 我还特别问过他 就说您认为这个是个双烟模式吗 就是说这些分电设备 是在中国生产的 因为中国生产的比较便宜 然后虽然它不是最高的 当前最新的科技 最有效率的科技 但他对付日常的 那个一般的应用来说 已经足够了 然后把它用到美国来 然后安装 然后美国的 它那个发电成本 分电发电成本又低了 更有利于它推广分电 这其实是一种双烟的模式 据我的理解 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分电 特别是内蒙古 可是它有时候没有联系到 没有联系到电网上 这个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其实单纯从那个安装量来说 不只是内蒙古那些分电 比较丰富的地区 像贵族这些一般性的地区 都在争先恐后的抢着上分电 就是安装那个分电的设备 这又是一个 这些冒进的问题了 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激励机制 它不是针对说 你到底你一个政府 一个地区你发了多少分电 发了多少其他亲戚人员的电 然后我来讲理你 而是说你安装了多少 分离发电的设备 安装了多少太阳能发电的设备 我通过这个来讲理你 但其实这些安装的设备 至少有三分之二 没有联系到电网 没有对整个人民的用电 亲戚人民的用电产生贡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是一个短时间能完成的问题 像内蒙古到中央 中央部分的书店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才能完成整个不完 这风电也有一些取大的问题 一个是它迫害这个风景 有一些人说迫害风景 不好看 但有人说 反过是挺好看 它本身就是一个风景 有一些人说是不好看 反正我个人是无所谓的 那么另外呢 是有时候它破坏这个少鸟 鸟的侵袭 比如说过去 它会被那个轮子刮掉 还有这个鼠 这个蝙蝠 那种是蝙蝠 蝙蝠 这就叫生物的问题 生物的问题 生物保护的问题 水电怎么样 水电真是一个问题了 水电是不是一个发展前途 水电要有好大的问题 水电它迫害了好多好多 它迫害整个 中国做了一个很大的水电项目 现在很多很多 还在进一步发展 现在像西兰部分发展 现在叫西兰水电大跃进了 就整个亚鲁藏布江 和美国河领域 全部要建几十几座 大型的水电系统 水电的发展又涉及到 国际问题来 中国把上游的水电拦截来 做大坝 下游 它们那些像越南 或者是泰国那些地区 很多都是依靠水来 那些渔民 是依靠水来生存的 上游截了8月后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所有的能源都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所有的都有问题 有的问题是大 有的问题小 可是呢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考虑到 又考虑到消费的问题 所以尽量可能少用能源 少有这个能源用的需求 然后你就不用在提供端 就产生那么多压力了 同时在那个供应端 你也要考虑 这个能源之间 怎么配合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研究所在 在研究 怎么用那个 天然气发电和分电发电 相互配合 因为天然气发电 相对于煤发电来说 污染要小一些 天然气发电 那就是把这个 有一种 我这一种技术 就是把煤在地下气化 气化以后直接出来 不是挖煤出来 出来的是气 然后发电 这种有前途吗 有 有很多是有前途 还有一种是 从垃圾堆 就抓那个methan 就抓一种煤气 甲烷 甲烷 也有很多很多 不去中国农村 用过什么沼气 但还是有那个 经济成本的问题 目前这些手段 发电的成本都还太高 相当于美丽的手段 可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不是技术性的问题 主要还是观念和意识上 那就是说 这是一个意识半课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夏朱莉和马海斌 两位嘉宾 参加今天的节目 通晓美中大师 锁定美国之音 我是林森 下星期五 焦点对话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